youtuber李北和蔡阿嘎结婚后不久 对陆续生下两个儿子 蔡桃贵和蔡波能 也经常在社群分享一家人的日常生活 近期李北的自创品牌举行了两天的市集活动 两人的工作团队也为此忙碌了将近一个月 日前活动终于完美落幕 他除了发文感谢各方的帮助 也分享了活动结束后 大子主动帮忙搬货的照片 小小的身影流露出成熟的魅力 不过就不少网友担心 5岁的桃贵会因此影响学业 李北则表示自己小时候也是在放学后 就到家里的工厂帮忙 他也透露自己的妈妈曾说过 念书虽然重要但会生活更重要 因此这个观念 现在也成了他教育孩子的重点之一 所以只要在情况允许下 他都会选择让儿子跟着两人一起去工作 希望蔡桃贵能从中学习 独特的育儿观念获得望我们大赞 这次的导播剧场——ية传媒